有当年独立的帕丁森版的新蝙蝠侠 描绘了一个极具写实和音域的歌坛师和老爷 获得了不错的口碑 而在影片中有我们根本认不出是柯林大帅哥饰演的企鹅人 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作为蝙蝠侠的经典素敌企鹅人 他值得拥有一部自己的影集 这不就来了吗 DC以反派企鹅人作为主角的企鹅人影集开播 我们得以从这部剧集跟随企鹅人的视角 真正细致如微的深入到歌坛每个阴暗的角落 体恤民风淳朴歌坛 是今百姓真正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解说第一集剧情和彩蛋 再聊聊我的观后感 想了解企鹅人的故事背景 就需要先大致了解新蝙蝠侠 影片结尾 民运人学着上帝的样子给歌坛师发了大洪水 但没有给民众诺亚方舟 造成歌坛严重生命财产损失 尤其是处在低洼的平民区 所以你说民运人这是杰弗介平肯定说不过去 这个举动就是推倒重来 这场灾难导致歌坛事案流涌动 各个势力也在重新洗牌 这其中就有外号企鹅人的奥兹 他因为腿脚天上畸形 导致走路左右一拳一拐 像一只企鹅而得其外号 在新蝙蝠侠中 奥兹为歌坛最有影响力之一的 法尔科内家族效力 幸运的是 民运人在电影中干掉了老大卡迈尔法尔科内 他的儿子阿尔贝托顺势 继承了家族黑帮首领的位子 但各个为家族效力的势力买不买账那就另说了 而且其他竞争对手也在蠢蠢欲动 为其卖命的奥兹 也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敲咪咪的来到冰山酒吧的秘密阁楼 然后在更为秘密的暗箱中 拿走了一份有着家族顶层打工人 以及一些贪腐政要的龌龊秘密把柄文件 有了这份文件 就等于抓住了有权有势之人的小辫子 奥兹拿到文件后 还想要顺手要拿走一些高级珠宝 但就在这时 阿尔贝托却突然出现用枪指着他 作为新老大的阿尔贝托 也清楚自己老爸可能在这藏有好料 所以要过来看看 结果碰到奥兹已经在那打包 你说起不起 奥兹遇到这来势松松的泰斥 情绪稳如老狗 来了老弟 不是 来了老大 等你好久了 值钱的东西我都给你打包好了 给 这就是你爹生前留下的家族遗产 值得注意是 奥兹压根就没有提到那份更有价值的文件 而阿尔贝托也不知情 阿尔贝托根本不相信贪婪的奥兹那么好心 奥兹继续甜言蜜语灌输 而且他从阿尔贝托双手颤抖持枪 分析出他是个隐君子 于是顺势说他要为阿尔贝托坐上新首领的位置 一起吸两口清除虾 阿尔贝托意志坚决 你把我当什么了 新首领现在面临性挑战 应该要时刻保持清醒 别要我碰那些东西 嗯啊 真香 稀嗨的阿尔贝托已经完全相信奥兹是他们家族的狗 而且还开始有点走心了 阿尔贝托把一串价格不菲的红宝石项链扔给奥兹赏尼的小企鹅 只有阿尔贝托还袒露心声 说他虽然坐上老大位置但压力山大 他其实想要真正坐好新首领 阿尔贝托现在继承了父亲那枚战利品戒指 那是他们家族死对头萨尔瓦多马洛尼家族之介 现在在他手上这是最高荣誉 并且不久他会有个超大的订单要到歌坛市 这个订单是一种新型毒品将会改变歌坛毒品市场的格局 阿尔贝托这时也跟着走心 像长辈一样说起自己对做老大的看法 说做老大不容易啊 小时候他印象很深的就是他的街区老大 就像居会大爷 街区每个人的名字他都记得 谁家有困难就酒集一下 谁家生病了帮忙找医生 总之呢把大家照顾的无畏不至 那老大死的时候出兵万人空巷 吃席连站位都难找 哇哈哈哈哈 奥子你认真了 阿尔贝托笑得花枝招展 奥子你是不是教父看多了 你还真以为我想成为这样的老大 笑不火了 哈哈哈哈 你这傻逼 难不成你也想成为居委会大爷吗 哈哈哈哈 啪啪啪啪 恼羞成怒的奥子 直接开枪毙了想学小臭学不像的阿尔贝托 但爽完后 每当剧情发生转折时 就会有这个高亢的提琴声 这是本集的第一响 前面奥兹描绘的受尊敬的黑帮老大 其实就是漫画中阿尔贝托的老爹卡迈尔 卡迈尔重情重义 而且在漫长的圣诞夜中 卡迈尔就是按照教父维托克利昂所造的 奥兹枪决了阿尔贝托 深知闯祸了 只能给自己擦屁股 他把阿尔贝托那枚炫耀的戒指拿走 并且解锁了他的手机 知道了大宗毒品订单的详情 然后奥兹把阿尔贝托装好 打算放进自己的后车厢 结果他的车被一群小混混想要卸车骨 气急败坏的奥兹 麻溜了开枪但没打着 不过奥兹逮住了一个跑慢的 叫维克阿吉拉尔的土生赌场的歌坛人 他因为被歌坛大洪水冲得无家可归 只能做起小混混 维克被奥兹抓住 吓得直接有些小船口吃 话都说不清楚 这反而让奥兹可怜起这小年轻 而且觉得这伙没见过世面肯定很听话 正好阿尔贝托的尸体没帮手 就直接利用起维克帮他忙 在访谈中主创有提到 作为全新角色的维克 楼典对照罗宾这人设 那么说不定之后 维克会以另一个更为正面的面貌转变 重要事实以后 奥兹先是去到一个叫伊福的外围女家里 两人是老相识了 奥兹请求他做一个一整晚他不在场证明 伊福很快同意 之后奥兹和维克把尸体搬到一个废弃车厂 随便找了个车后坐藏秘 折腾一晚上 日出要来了 奥兹要维克转头看看歌坛最美好的日出 维克说 哥 我虽然有点口吃 但我也不傻 别杀我好吧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 奥兹不说话 掏出一只高戏吧 给维克点招 这明显是断头雪架 维克哪有心思享受 维克继续求要 我可以给你做牛做马 我也是有野心有计划的人 给我一个机会 收我做门徒吧 奥兹或许从维克身上看到 曾经摸爬滚打的自己 又或者维克确实说的有道理 他兴许还有用武之地 奥兹把维克留在了身边 话说奥兹也算是个小头目了 身边一个信得过 手下都没有 还得半路捡一个 也是挺惨的 奥兹甚至还带维克回到家中 也是很信得过他了 不怕半夜被抹脖子吗 回到家中 奥兹脱下了袜子 露出狱卒 奥兹的脚天生畸形 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于野心的渴望 第二天奥兹和维克开始日常开工 他们行驶在空无一人的歌坛某个街道 这里肉眼可见刚被洪水冲刷的痕迹 高架下面道路的积水还没排出 这边区域基本废弃 奥兹进到黑帮地下的加工厂 一些货物被洪水浸泡还在补救 奥兹这时叫来一个小弟 安排送信给某个议员 里面是议员的验照 说明奥兹开始利用那文件 对政要进行新的要挟 而这时法尔科内家族打来电话 召奥兹去大宅子开会 奥兹刚杀掉奥尔贝托 那叫一个心惊胆战 但只能硬着头皮剧 去到后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大家没有把 阿尔贝托的失踪怀疑到他头上 坏消息是他的工厂必须关闭 奥兹听了就不乐意了 和副头目强尼吵了起来 说我奥兹的工厂怎么说关就关 强尼听得莫名其妙 你奥兹是法尔科内家族的一条狗而已 工厂里的员工手下 全部都是家族的 什么时候变成你的了 奥兹见状马上说 不能因为被警察盯上去退缩 万一马洛尼家族 直接下了死命令 工厂必须关闭 没办法奥兹只能拿出最后的杀手锏 说白了不就是钱吗 钱到位都好办事对吧 他把阿尔贝托的毒品私单拿出来 说如果能帮家族吃下这个买卖 绝对赚宝宝 说着无意听者有心 这是一名白衣女子敲蜜蜜蜜来到奥兹身后 奥兹回头一看着女人 额去一阵 我去这不是索菲亚吗 人称贵子守护绞行师 是阿尔贝托的妹妹 奥兹不淡定了 说索菲亚你不是在人才积极的阿卡姆精神病院吗 嘿嘿嘿嘿嘿 没想到啊 索菲亚我从阿卡姆毕业了 索菲亚也不跟奥兹废话 直接问我哥阿尔贝托去哪了 奥兹一下子被问懵了 是我哪里露出破斩了吗 但结果强尼不让索菲亚问下去 似乎他们对阿尔贝托的失踪要秘密调查 不要声张 奥兹趁机装傻开溜 索菲亚直接杀出去拦住奥兹 说要请他吃饭 两人来到高档餐厅 一番寒暄聊天 索菲亚差点被别人认出他就是柜子手 漫画中索菲亚一开始是节日杀手 一到主要节日就对歌坛市民无差别杀害 之后他又专杀警察和官员 还和双面人哈维丹特的犯罪有关 不过影片的索菲亚看起来很娇小 但气场十足 谈笑丰盛的话语间充满了无尽的杀气 连奥兹逢场作戏都得手心捏汗生怕说错话 很快索菲亚笑里藏刀露出刀尖 他说阿尔贝托那单新型的毒品大生意 是他和阿尔贝托一起搞的很低调 还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奥兹你一个外人知道这些 而且还说这是你自己的生意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说吧 阿尔贝托人呢 奥兹显然已经做好准备 他先是承认自己想邀功说这生意是他的 另外谎称阿尔贝托有告诉他这个计划 但却没有告诉他索菲亚你已经出狱了 并且也参与了这单生意 接着奥兹还给阿尔贝托失踪找了理由 说他是瘾君子还是姓赢者 找乐子去了 过几天就会回来 顺便奥兹还搬出了衣服 说他可以找他来做自己不在场的证明 这一连串的解释 让索菲亚也找不出破绽 只能先调查 原本奥兹以为这是能缓一缓 结果索菲亚临走前靠近奥兹说 这是影片第二次提琴声响起 说明危险比奥兹想得要更快降临 来不及多想了 奥兹带着维克先坐地鞋 地铁上有人举着二维码 扫一扫能看歌坛真面目 于是我真的去扫一扫 里面先是出现了一段阿卡姆和监狱的对话 然后继续点跳出了奥尔贝托从警局出来 他要为犯罪付出代价 这应该是他父亲刚被杀的时候 我做了翻译 感兴趣的可以仔细干 之后奥兹找了一辆很不显眼的车 启动后车里放着不适合奥兹的女生歌曲 连维克厅都别过去偷笑 很显然这辆车是奥兹接送女人用的 这女人就是奥兹的母亲 我们叫她儿妈好了 奥兹和儿妈相依为命 为了儿妈的安全 奥兹需要如此跋山涉水去他家里 家中有一个全家福 父亲缺失 可以看到奥兹还有两个兄弟 这和漫画一致 不过漫画中奥兹的两个哥哥 对奥兹那是从小欺负全打脚踢 根本不把奥兹当人 最后奥兹直接使清 灭了两个不仁不义的哥哥 影片中我们看不到奥兹这两位兄弟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没了 关于企鹅人 漫画中的生平还可以聊很多 但因为影集的奥兹的背景 是完全独立改编 所以漫画以后我们再慢慢展开 从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兹很关心儿妈 这样我想到了黑道家族通领和他妈妈 奥兹还把此前奥尔贝托给他的红宝石项链 戴在额妈脖子上 别说还真别说好合适啊 不过这可能为之后暴露自己留下隐患 奥兹这次过来是想带着额妈跑路 但额妈反而硬起来 想要知道为什么 奥兹一五一十说出原因 结果额妈不走了 他绝对并不是奥兹一时冲动犯唇杀了奥尔贝托 而是奥兹天生就是天王老子的命 谁敢侮辱企鹅人 谁就得付出代价 Rise 企鹅人 你的时代来到了 得到额妈一同输出奥兹就真不走了 他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 晚上他和维克看电视 电视正播放着1964年的吉尔达 该篇讲述了一个三角链和谍战等复杂关系 有金蝉脱胶和替罪羊等手法 奥兹从中获取了灵感 然后开始执行自己的计划 并让维克去做重要的一环 之后奥兹去到监狱 会见了萨尔瓦多 奥兹说自己在法尔科内得不到重视 想要投告萨尔这边 萨尔压根就不信直接让奥兹滚蛋 结果临走前 奥兹直接把萨尔的家族戒指还给萨尔 萨尔震惊 因为这几乎无法做到 萨尔似乎有点信奥兹了 忙完后奥兹回家 结果发现索菲亚已经派人过来堵在家门口 而他那样紫色的车马上被认出 于是索菲亚的手下就追啊 奥兹就跑啊 手下就追啊 奥兹就跑啊 一番折腾奥兹还是被抓住 然后被赤裸的绑在椅子上 索菲亚那犀利圆鼓鼓的眼睛 直接让人不寒而栗 原来他们已经抓到了那晚的一个小混混 那人供出了偷车时间的地点 和奥兹的说辞前后矛盾 这不免引起了索菲亚的严重怀疑 手下拿着钢绳准备要锯掉奥兹一手臂 逼奥兹说出奥尔贝托在哪 突然一辆无人驾驶的汽车 直接撞进大宅子 索菲亚马上出去查看 打开后备箱 不出所料 他哥哥阿尔贝托的尸体 安静地躺在那 而且后车看写着报复的字样 阿尔贝托的尾指被砍下 这些都在明示 这是他们的死对头 萨尔瓦多马洛尼家族干的 而此前在监狱的萨尔瓦多 直接躺枪 一场帮派混乱不可避免 奥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他的开脱计划完美得逞 这是第三次提琴的转音 再次响起 事后 奥兹和维克坐在路边 吃吃喝喝 两人共同努力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接下来他们的计划 就是要拿到那批 能掀起歌坛式革命的毒品 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开启 企鹅人第一集 满满的HBO腔调 不管是光影或者叙事架构 在剧情和角色上 都能引人入胜 目前各平台都给出 非常高的分数 企鹅人影集 作为延续新蝙蝠侠的 独立制作风格 只是借助了漫画的背景 和灵感去塑造一个 全新的故事 在企鹅人第一集 我看到了绝命毒师 黑道家族等等 神剧 还有教父的影子 虽然这影节和神剧 还有距离 但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影片自信地放置了 不少长时间的文戏 但每一场文戏的戏剧 张力效果拉满 让人感受到了 桌下的炸弹 随时要爆炸 再加上演员的出色表演 盘活了整个 名风淳朴的歌坛式 而且影片 其实门槛很低 你都不需要了解DC 不需要知道企鹅人 你就当一部黑帮片看 也会看得很爽 当然前提是 你喜欢看黑帮类型和剧情片 好 企鹅人第一集 就先聊到这 估计关注的人不会太多 我会继续追下去 那你们呢 点赞留言 让我知道 需要开这个系列的解说吗 那我是大聪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 我会继续追查 ... 你还可以继续追查